2022年少年儿童新向党主题教育活动 在湖南启动 北京4月26日电 记者26日获悉 在全国复联指导下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湖南省复联 当天在湖南相谈启动了2022年 少年儿童新向党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据了解 本次主题教育活动将从湖南出发 以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重大历史事件 伟大建党精神为主线 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革命故事 通过传唱红色经典戏曲 讲述红色家风故事 重走先辈革命道路 同唱一首歌等形式 在江西 陕西 甘肃 河北及粤港澳等地区开展系列活动 动员家庭 学校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在少年儿童心中 厚执爱党爱国情怀 引导广大少年儿童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 积极传播者 模范践行者 向英雄学习 向前辈学习 向榜样学习 争作刊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洪流中出力奋发 容易前进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副秘书长朱东云 通过视频致辞 在线启动了本次活动 他表示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 根据全国复联金国新向党 起因二十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相关部署安排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启动2022年少年儿童新向党主题教育活动 引领少年儿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共同畅想情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 用呵呵红心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刘洋河 弯过了几道弯 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活动现场 随着异曲极具地域特色 和红色气质的刘洋河大和唱响起 少年儿童新向党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启动仪式拉开序幕 随后 社区及胡乡学校的学生代表 表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戏曲节目 来自粤塘区育才学校六年级的学生王潇儿 在启动仪式上分享了阅读红色书籍 寻访毛泽东故居 以及参观党史陈列管后的新的体会 他激动地说 从我季时起 爷爷就特别喜欢给我讲董存锐 刘虎兰等革命烈士的英雄故事 从那时起 英雄的形象就注尽了我的心中 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 我们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我们要时刻牢记习爷爷的嘱托 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努力学习 牢记初心 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带带传下去